大家好 我是Vinnais 最近有很多觀眾朋友比較關注 萬達西江府是否復工的問題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萬達西江府的施工現場 跟大家一探究竟 其實時隔兩三個月再來到施工現場 發現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就是這個十三棟樓下的一期工程出入口 已經開通了 之前這個出入口也是封閉著的 第二個發現就是這個門庭 是看到有保安人員出入的 而且大家通過鏡頭都可以看到 這裡都是會有我們的工人師傅出入 而且剛剛我們是看到有比較多的泥頭車 還有施工車輛通過這個一期工程出入口 在這裡施工和搬運 現在就是5月18號的11點半左右 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會有比較多的施工人員在這裡進出 所以帶給大家的一個好消息就是 萬達西江府是真正復工當中的 我們現在來到施工現場 都是可以聽到工地的施工聲音 這一邊就是靠近11棟 12棟 13棟 14棟 和15棟 雖然不可以說非常明確地看到它的施工進度 但是內緣包括流動 都是看到有工人師傅在施工的 包括這個13棟一期工程的大門 都是不斷會有我們的工人師傅出入 好了 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場工地的一個狀況之後 就帶大家看一下目前的一個最新實事行拍 請問你 請問你 不問你 每一項都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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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航拍,对比前两三个月的航拍 它的流动施工进度是没有特别明显大的进度给大家 但可以看到的就是曼達西江府的施工現場 是真真實實地有工人施工的 通過這個收音 大家都可以聽到這個現場實地有效的施工聲音 包括我們現在停留了大半小時的時間 都是不斷會有我們的工人師傅進入 以及泥頭車和搬運車輛的運輸當中 所以這條影片主要是帶給大家一個好消息 就是曼達西江府是真實在復工當中 至於它何時交付呢 大家都是要等待樓盤發出的訊息 好了 這一期影片就到這裡結束 喜歡的朋友記得Share和點讚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